来 开播啦 开播啦 哈喽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大家是不是被我们的课题又被吸引进来了 Amanda今天又有什么搞作 怎么会说 常常听到人家说洗澡的时候摔倒后就中风 哇 帅到驾驶人的这一个这个代表 其实其实今天也是很即兴的很随性的就想到说 因为我们最近刚刚 嗯 在我面前大家应该会看到就是这个befeel ok 因为呢be公司 因为这个月份啊 这个月份 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天就是 心脏日 世界心脏日 所以be international 也配合这个主题 大力的跟大家分享 跟很好的一个优惠给大家 就是befeel有一个出销啦 不过我还没跟大家讲出销之前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会放这样惊讶的一个课题给大家 就是说常常听到 不只是年长者甚至是 我应该说现在已经是 青少年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了 就是可能在青少的时候不小心跌倒 只要是成人啦 成人 对啦 对 然后就 就会所谓的中风这样的情况 可能 呃 这其实也不是我讲的啦 好不好 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什么妖剂师 我不能够这样告诉大家 其实是通过一个报导 一个报导 所以是一个医师呢 他说要参加一个生活课程 哇 那生活课程是怎么样 心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课程 是 一位也参与课程的国家体育理师 会教授劝告啦 在洗澡的时候不要先洗头 应该先用其他 清洗其他部位 ok 这个是理应啦 应该这样的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啊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啊 很好奇 ok 来 哦 原来 其实是 是这样子的 因为头部喔 当潮湿 可冰冷嘛 我们冲的水都会很冰冷 或者是 甚至很温都好 我相信在马来西亚这几天 最近 这几天是常下雨啦 ok 不然的话前期 大家可能会很热对 很热 我看大家应该都不开 不开热水器了 直接开那个没有temperature 就冷的那种水 直接就淋头了 很舒服 对不对 大家应该 热的时候 直接这样子洗澡 就直接冷冷的那水 就往头上淋 因为现在的shower 都是这样的设计嘛 哦 对啊 直接是淋头 也对啊 哦设计的问题 好没事 来 其实是这样子啦 就血液将流向头部取卵 如果我们突然间冷的话 那个血液会往我们头上冲 哈Angie Angie也进来听一听我们的一些讲解 其实呢 如果血管收缩 很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 哇哦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尝试呢 可能轻易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OK 就其实是 就是 感觉像什么 感觉就是好像我们 有一个玻璃杯 嗯 所以 因为玻璃是跟着现在室内的那个 这个 温度 对 温度 所以那个热水突然要倒下去 然后 就一瓶装满热水的玻璃杯啦 应该这么说 破裂 突然破裂 就应该说 在被一个玻璃杯装着一个温水 吐冷 吐热的感觉 然后你再倒入 再加入冷水 再加入冷水 就突然间可能你会觉得 哎 它是温的 不过其实 它会发生一个很大的状况 可能很多人没有 没有遇过 不过今天跟大家说了过 大家可能要小心 也要留意 这真的是一个尝试 它会什么样的状况 请你可以讲一讲 我们的体 通常啦 玻璃会破裂啦 哇 就是 玻璃会破裂的情况 就是 如果我们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 什么东西会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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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先想一下 我们身体体温是多少度 我们经常天天都被 36 不见到 对 对 常常都会量体温 大家都知道 大家体温每天介于多少 对不对 所以从那个体温的时候 大家想过吗 从 从这样的体温 突然到一个冷的场所 突然觉得很冷 你会找一件外套啊 免疫来传 对 不过我们现在常常传着 Aurora Plastic Talk 所以 没有这个状况 我们体温也是保持 对 然后当然 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问题啦 OK 就是说 OK 嗯 当我们的体温 很热 水很冷 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直接 那个水啊 冷水啦 淋在我们 就是好像shower 这样淋下去 头 从头开始 OK 就是长期这样啦 其实 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破裂 因为我们的体内 发炎啊 血管发炎 其实没有痛 没有 没有 反应 就是没有怎样的感觉的 嗯 当有一天 你突然觉得 我头很痛 嗯 就是开始 这个signal来的 其实也会常常有些人 可能会觉得 哎呀 那个浴室 因为 因为我相信大家 现在住的地方 也不是很大 那浴室也很 刚刚好一个人的转身 可能就 稍微大一些 亏一些 不过 那个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毕竟如果说 我们用的是 没有开着窗口的 或者是一些 比较封闭式的浴室的话 那 空气不是很流通的情况下 加上 就所谓的热冷的 这样子的挤压 那空气也不好 那我们的脑部也 氧气也不是很足够 是 好不好 那其实这样子的 特别是要留意是一些 哦 患有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压 胆固醇 偏头痛 或经常头痛的 要小心 嗯 好 这是其中一个分享 然后接下来 有一个很奇怪 一个尝试 也不算奇怪 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做 嗯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洗衣服 我们的衣服脏了 会拿去洗 对对 哦 过你的water filter啊 煮塞 你也会拿去洗嘛 拿去换 对啊 拿去换 或是拿去洗的 嗯 然后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心脏 是陪着我们一生的 整天天天在跳跳跳跳跳跳跳 我给你问一下 琴 我们心脏几岁开始跳 什么时候开始跳 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的话 在里头跟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跳 懂吗 有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的线上也有很多人在观看 所以我希望可以 有人可以跟我互动 有没有人告诉我 也不是说 要告诉 要 要 要怎么样子的 其实是一个 提醒大家 就可能大家可以做一个动作好不好 像这样子 手掌这样子按捏的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心脏就是在做这样的动作 嗯 你知道吗 如果说这个动作 今天我们 我们挤一分钟好不好 捏一分钟 会不会觉得酸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24小时 天天这样子捏 是不是很酸 然后我们的心脏 什么时候开始跳动 没有人回答 那我们公布答案 在妈妈肚子咯 什么时候 六个星期 也就是妈妈探测 那个医生探测 在肚子的时候 有TikTok TikTok TikTok 这个心脏已经开始跳咯 对 所以 到现在我们还在跳咯 有 因为这个心脏一停的话 就 这个心电图就是这样 不想听到这样 对啊 这样的声音是没有人想听到的 这样很sat 对 对对 那要怎么办 所以今天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开一个live 跟大家分享 Be Feel的 这个Be International 带进 从美国引进的哦 从It really made in US的 不是Made in Malaysia的 然后 这个产品有多棒 好不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 这一个小讯息 来 对啊 全程照顾我们的心脑血管 哦 它是来自 诺贝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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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力研制的 Dr.Ferry Murad 研究专利 销售权 销售权 哇 100%美国进口 嗯 它 它有什么特别 就是含有 这个氧化蛋 就是 NO OK Nutrips OK 然后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清理我们的 血管里的 血酸 血脂 血斑 等等 哇 哇 好 一样一个 一个东西罢了 哇 可以做到这样 因为它里头的 这个成分很棒 好吧 我们现在跟大家一一 解说一下 BFu里头 含有什么东西 这么棒 然后可以帮我们 照顾我们的 心脑血管咯 好的 来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用 红番茄 萃取物 就是帮助这个 血流通畅 维持血小板对的凝血功能 哇 OK 还可以促进并维持健康的血流率 嗯 帮助调节血压 哦 哇 它就是能够降低血压咯 对 哦 OK 好的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很棒的成分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Core Q蛋 就是心脏燃烧 帮助心脏燃烧啦 就是一个动力 哦 就是 好像我们给我们的心脏更有power 嗯 更有力的这样子 OK 好 就是 增加心脏肌肉的燃烧动力 嗯 调节心肌收缩力 还可以促进心脏的功能了 OK 其实这个 这个Core Q蛋 是一个很棒的 它能够 就是给我们的肌肉 有master muscle 有力 所以大家刚才做了这个运动嘛 一分钟是不是很酸 因为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心脏啦 心脏在这边 然后 我们没有Core Q蛋 你可以想象到 那你一直伸缩伸缩 这边的肌肉是不是很累 所以这Core Q蛋 就是给这一个肌肉有一个力 OK 好的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有甜根 甜菜根 鸿石流 为什么有这两个呢 这两个是什么方法 就是抗氧化的 就是抗氧化 它是当做抗氧化剂啦 就是都是天然的蔬菜水果 就是强效的抗氧化 及抵抗自由 及有效的保护 一氧化氮 然后免受氧化 因为刚才前面有提到有这个成分嘛 所以它一定也要保有这个甜菜根的保护这个我们的一氧化氮 然后促进NO 就是一氧化氮的合成和其生物活性 然后抑制坏胆固醇的氧化 保护心管 保护血管内的皮细胞 抑制血管受损 可能Cin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Cin也做了一些笔记 不要吝啬的 其实这个甜菜根抗氧化 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因为NO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分 然后我们身体的自由基 它一看到它就会过来吃它 所以那个过程如果少了这个甜菜根和红石榴的保护 这个自由基会直接就吃了甜菜根和红石榴 它不会影响到这个一氧化氮 所以当这一氧化氮完完全全被带入体内的时候 它就100%的让身体吸收 所以这甜菜根和红石榴的功效是在这一面 因为有很多很多朋友有告诉我 Amanda既然你刚才说的那几样东西这么棒好不好 就是所谓的甜菜根和红石榴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Cocutan 跟这个番茄的红番茄的翠球 那我们可以各自在法马西购买来吃就好了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哦 因为这一个科技 这个试验 这个化验 其实是由Dr.Ferrit Moran亲自研发 然后他也有很多的research 他也做了很多research 就比如在我们的这一本法令的后面这两页 可能大家很好奇密密麻麻的是什么 这都是他的论文 不是我们说 不是我们今天两个水口乱说 是论文写的 然后在论文里头你可以看到 然后他这位伟大的发明家 就是发现配合这样子 在我们的这一个befuel 一小包的befuel 我可能可以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OK 它是这样子 然后每天少晚各一包 然后就掺在150ml的水里头 就可以这样子喝了 然后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它的这样一小包哦 它是一个99%的 自药剂 就是pharmaceutical grade 高浓度 高浓度的 所以是你就用这样子的配搭呢 就已经很完美很足够给心脏 就当然如果大家如果在外单一买的话 可能你会告诉我 Amanda为什么喝了没有效 OK 那我会告诉你 当然咯 因为不是be的befuel吗 我给不到你答案 哈哈哈 因为当你分开饮用 然后分开吃的时候 这是不同的成分 就像刚才我说的嘛 自由基会破坏 破坏我们的这里头的这个红番茄去取物 跟里头的这个 L-Argini 所以刚才少解说的一样 L-Argini就是打通血管 打通血管 然后树脏血管 清理及融化那个血斑 预防血斑形成 保持血管柔韧和弹性 OK 越老了 就好像rubber band 束脚呆 就是对了 就是这样子 现在弹性 我们的血管如果健康是这样 是有弹性的 没有弹性就是好像裂了 哦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血管有弹性会是怎么样 就是很容易熬了熬去吧 不是 我们的血液很容易就输送过去 就是不会 也是容易容易 对啊对啊也是我们 我们手脚啊静落啊 你就不会觉得 哎呀这边酸痛 这边痛很紧的 对啊也是可以熬了 对啊很柔韧 很柔韧 就像我们的rubber band 我也试过有时候 好像cake柱这样 哎呀很酸痛啊 就是血液血管不好啊 这是be-fuel的时候 那是be-fuel的时间 其实我自己本身 也不只是喝 我也很支持 就购买了 Dr.Fair Morad的一些研究 一些作品 一些书籍来看 也的确里头有好多好多 关于一氧化碳的一些功效啊 一些功能啊 可能接下来 通过今天的这个live 看我看大家的反应如何 因为我很希望可以通过这本书 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一小段 让大家对这个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这个 跟这个Dr.Fair Morad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一个研究家 会跟be-international合作 因为我们be-international 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台 我们只带很棒的产品 进来国家 来给我们的所有人受益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be-founder 三位founder 带引进了一个这么棒的产品 当然 大家今天可能听完 我们刚才两个人的短短的解说 可能感觉还不够贵 没事 留守我们接下来的一些 一些的epilife 我会陆陆续续跟大家说 一氧化碳对我们身体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OK 所以当然 我们还是会那句 每天都要一小包 对 所以这是等一下我们晚上会喝的东西 还有呢 手酱 来 来 他be-be还可以养颜美容 最重要是这个 养颜美容 怎么说养颜美容 请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哇我的经验 对啊对啊对啊 你说养颜美容 来来来 就是有良好的血液 这个还可以 be-be还可以帮助血液循环 对啊 良好的血液循环 可以让你更有气色 不是吗 每个人就看到 把毒素很轻快的排出去 一去管不足塞 对啊 然后加上 这边粉嫩粉嫩 对对对 的确的确粉嫩粉嫩的 然后当然 以我的经验呢 可能今天 信大家都愿意进来留守 我给一个短短的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的记忆力改善了 可能大家又觉得 好记忆力 你才多大年纪 怎么记忆力开始老化吗 其实我应该这么说 因为工作压力 OK 紧搬啊 就蛮紧凑的那个生活 因为生活在吉隆坡嘛 我们不是在小地方 然后虽然不用朝九晚五的这样子上班 不过压力始终还是会有 因为 只要是人都有压力 OK 就要学 no matter学生 在毒素的学生都有压力 你要面对功课压力 我们这些做妈妈的话 你就要面对今天我要煮什么 给我孩子吃的压力也是 所以这是压力 不过我自己本身是在初期以前的时候 我常常发现是说 我进门锁了车 然后我会发现走到那个 离开车关了门 应该是已经锁了阿拉玛 对不对 会怀疑自己有没有按到 然后就走着 从黎巴门走到家大门 在开那个锁头的时候 会突然间弄了 那我到底锁车了呢 然后你会做多一个动作 第一 然后你一按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已经锁了 但你现在又开了 所以我就需要去做多一次动作 就是把它关了 所以这是我常常很常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以前我上班的时候 会发现就是 开了我的那个办公室的文件处 一开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拿什么文件 因为很多发码 然后我就想 我要拿什么文件 我忘了 我忘了就要拿什么 然后去关回 然后再走回位置 然后你一坐下位置就想 哎呀 我就是要拿那个 那个发尾啦 你又再走多一轮 这是我常常有的 所以当然 如果一家里有没有试过 你本来要讲一个题 然后你又忘记 你才讲过 嘿嘿嘿 他们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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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最后也不懂 真的要自己想什么 然后真的吗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脑 我们的脑部 呃 氧气不够 啊 你觉得脑部氧气不够 营养也不够哦 对 因为可能就是压力 然后吃饭不定吃啊 甚至是可能吃的不够营养 OK 生活作喜 生活作喜 对 不可以熬夜 不过现在的人 过了十二点还叫早睡啦 哈哈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认不认同 十二点还是叫早睡 十一点之前睡是叫晚睡 哈哈 我们以前的人是叫我们早睡早起 哦 我们没有错哦 有点断菜 不是啦 不是啦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哦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不可以 真是不对 OK 所以anyway 今天很高兴 亲其实就过来我的家 我们来探讨一些东西 当然啦 Bfuel我就临时 这样随性的觉得 我们要玩一个live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喝Bfuel 真的是预防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小知识呢 其实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好不好 这也不代表是 B international的言论 是我个人的言论哦 好 所以我就要声明一下 所以是一个常识 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 我们跟小孩子 baby冲凉之前 是不是会把一些水 往他的胸口拍一拍 拍一拍呢 可以让他知道 你要冲凉 有一点冷水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 是唤醒身体说 你现在要接触水哦 有一点水温 跟你体温不一样的相差 所以 当然我们大人了啦 没有再这样拍了 对不对 没有了啦 是不是直接花帅 一开头就零啊 就死啊 就其实是不对啦 OK 要唤醒 让我们身体醒觉一下 我现在要接触水温 所以为什么刚才 其实那个阿克 对啦 那个发霜虽然是 这样的设计啦 但还是要调有温度 就是可能温 对 不可以太冷哦 不要觉得 外面气温很热 我从外面回来很热 我现在要洗冷水澡 哇 就 零的 开热的 对的 其实这边有一个专家 他就大约说了一下 就是说 先从脚底开始零 就从我们的小腿啊 大腿 然后零到肚子 到零肩膀 然后暂停一下 十秒 五秒到十秒 可以感觉 就让身体的一些热气 一些血液循环一下 然后让身体醒觉 噢我现在要冲凉了 OK 其实是应该要这样做 其实我本身是有一个习惯 我真的是先拎脚啊 啊 因为我是拿下来的 我不是站着就开始冲了 我是拎 直接拎头哦 因为又热 我开温水 热水嘛 嗯嗯嗯 不过也是从脚开始拎一拎也好 因为毕竟我们脚离心脏很远 我帮那个血液 好好不好 谢谢 谢谢亲 对对 谢谢亲今天的到来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如果觉得大家觉得我今天的分享不错的话 就分享出去给你的情感好用 哦 因为今天真的是一个随性哦 想提高大家的一个醒觉意识 哦 不要因为常常说 哎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哦 就这样子无端端的 也是一个小小知识 关于健康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就所谓的你突然间一冲上去的时候 你的脑真的很缺氧啊 真的很不很不好 嗯真的很不好哦 对大人小孩都好 对我们年老都好 对我们年老都好 如果家里有些长者 我不记得的话跟他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video 今天开始冲 冲脚 脚去玩水 对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很喜欢脚下去玩水啦 没有错 你们不要骂小孩 一些小孩做对的事情 他去玩水先 他去warm up他自己先 然后才去 所以以后妈妈在听着不要骂小孩 你又玩水我们洗澡了 不要骂他 先让他玩一玩 我玩我那个身体 好的 今天我们的分享到吃 大家的观看 好了 所以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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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